本部影片是以測試服環境錄製,一切內容以遊戲實裝之後為準,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部落衝突十週年挑戰當中的第三關,2014年的關卡,我們先來看一下在2014年部落衝突發生了什麼大事件呢? 哇,是部落戰啊,原來是在2014年部落戰才加入了部落衝突當中,而且在這一年英雄被賦予了技能,熔岩獵犬也加入了戰鬥 現在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挑戰的內容吧 既然都說了熔岩獵犬是在這一年才加入了遊戲當中的,所以不意外的這個挑戰就是要考驗大家狗球的功力啦 我覺得這個挑戰真的是超級難的 給的部隊配置是四隻狗還有17顆球,那城堡援軍裡面還有多帶了一隻狗 防守的城堡援軍則是一大堆的弓箭手跟雙王一起擺放在陣型的最中間 法術是給了4罐狂暴以及3罐閃電 給的狗是蠻多的,但是氣球有一點不太夠用,因為這個陣型還有滿滿的陷阱啊 我先跟大家稍微說一下好了,在靠近12點外側全部都是對空的小骷髏 然後在3點鐘這裡,跟前幾關一樣擺放了一個心機小墊塔 如果說上一關的死法皮挑戰不給我們炸彈用有一點過分的話 我覺得這一關10本的狗球挑戰不給加速法術也真的是蠻過分的啊 雖然說這個陣型的火塔都是單體火塔好像還滿適合狗球來打的 但是我在挑戰的時候真的是打到懷疑人生啊 我至少打了有好幾十遍吧,真的是太痛苦了 最後才好不容易找出了一個我能夠成功的路線 現在就馬上來跟大家分享這個路線是怎麼樣進行的吧 首先在1點與2點外側各下一隻法師來幫忙斷邊 等一下會在這邊開牆讓雙王走進去 然後從12點的這個面直接下出了4顆氣球把所有的空中小骷髏吸引出來 3點外側下4顆球打掉了電塔之後配合一罐狂暴要把3點內側的單體火塔打掉 而且也可以把空中的小骷髏全部都吸引過來 我在3點的外側下一隻蒼蠅 等一下我的氣球打掉了火塔陣完了之後 這群空中的小骷髏就會全部來找這隻3點外側的蒼蠅 這裡要有點耐心等待這群空中的小骷髏稍微聚集在一起之後 再瞄準他們用一罐閃電法術通通帶走 接下來在1、2點的中間用炸彈人開牆讓雙王走進去 法師的斷邊任務已經完成了所以雙王是不會走歪的 這個時候從1點的外側下出第一批狗球部隊 蠻王將對方的援軍一拉出來就馬上開技能 並且等對方的小弓箭手全部引出來佔定位了之後 再下一罐閃電把他們盡量的多P掉一些數量 避免等一下我們的女王還要再花時間打這些小弓箭手 第二批狗球部隊是從11點的方向進場 同時也在1點的外側下了一隻法師提早幫忙收尾 第三批狗球部隊則是從9點的位置進場 在這裡準備要搭配一罐狂暴法術上氣球 來處理掉9點內側的單體火塔 女王先來開技能處理掉了防守的女王 最後一隻狗是從7點的外側下進來 手上的最後一隻法師則是丟在靠近10點外側很多個金庫的位置提早幫忙收尾 不然時間會不夠的 最後我們在一樣7點外側的位置下出了我們的援軍狗 並且在5點跟7點外圍的這兩座加農炮的上方 丟下了我們最後的兩隻小蒼蠅 來讓他們在這個防空盲區趕快把防禦箭主打掉 接著在大本營旁邊的電塔以及法師塔位置 是連續丟了我們手上的最後兩罐狂暴 把這個法師塔打掉就沒問題了 手上還有剩下不知道要用在哪裡的炸彈人 以及一罐閃電法術終於完成了這個非常艱難的十本狗球挑戰 面對這個挑戰我真的很想要知道還有沒有其他操作起來更容易成功率更高的解法 即使我現在使用了這個路線來完成了挑戰 但是事實上我使用這個路線是要非常非常的熟練 才能夠大約有達到六七成的成功率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來其實在整個進攻的過程當中 有非常多的細節以及節奏都是要很熟練才能夠完成的 比如說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 在我的狗球主力部隊進場之前其實已經剩不到十顆球了 真的是很極限 前兩批狗球部隊還需要在十二點分批進場才有辦法多留下一個狂暴到最後用 不用說氣球很珍貴了 甚至是連每一隻法師跟每一隻小亡靈的位置與進場的時間也都很重要 常常有一個小細節一旦沒跟上節奏就會造成各種失敗的結果 比如說氣球活不下來或是時間不夠收尾 如果你有更容易的方式請一定要留言讓我知道 如果你是跟我一樣打到懷疑人生 那請用這個路線多試幾次 我這個狗球苦手都能夠成功了 大家一定也行的 以上就是這一次要跟大家分享的十週年挑戰第三關的參考解法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一個關卡再見啦 掰掰